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 内饰假草木 假碳纤维 要知道真的草木和碳纤维都是价格不菲 能用上真材实料的车型哪一辆不是百万级别的 我们要承认的是汽车内饰配上草木确实更具高级高 配上碳纤维能更表示自己的爱车性能不差 如今的很多性能车售价已跌落50万以内 而厂商为了给消费者动力报表 运动十足的视觉体验 就采用了假的碳纤维做装饰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奔驰AG AMG 全车大部分碳纤维都支持贴纸 2. 真皮座椅 这个配置有车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 下至十万上不封顶 可以说所有车型的配置表里都含有真皮座椅 但实际上呢 我们都知道真皮通常指牛皮或者其他动物的表皮 而汽车厂商大量生产汽车 需要的皮革量是非常庞大的 真的有这么多动物皮 来供汽车厂商挥霍吗 明显不可能 而消费者对这个配置却宠爱有加 这只车厂只有用人造皮革来模仿出真皮的质感 这样即可以提升车辆档次 又迎合了消费者和乐而不为 3. 假升浪 说到汽车的升浪 无疑都是超跑性能车的特有属性 而这类车的售价往往不便宜 很多车商为了把3.0T的发动机造出V8的发动机升浪效果 就直接用音响效果来替代 这一点最好的例子 就是宝马i8了 一台电动超跑可以跑出V12的升浪效果出来 上面这些都是汽车厂商作假的案例 但是有些消费者仍不满足 生活中把宝马730A改成740 奔驰1300改成奔驰S350等等 这些例子比比些事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开头所说的 中国人买车是真的更讲究面子 来好看视频